大陸客到台湾来 现在还要去看电影 看什么电影呢 是看琴瑟电影 那么尤其是3D肉朴团 这个礼拜上映之后 可以说是 那么这个在台湾的总票房 有700多万了 那么估计呢 全台湾的卖座 是破了1500万元台币 因为这部电影在中国 是没有经过这个电影通过的 所以呢 有中国的旅行社 就把电影看电影呢 看这个3D肉朴团 纳入了香港 或是台湾旅游行程的一站 就是这部3D版的三级片 现在竟然引发陆客团 要特别到台湾来朝圣 不止许多旅行业者惊讶 就连戏院都说 以前从没过这种先例 其实看一看 一般上班时间 都还有人专程来买票 就知道这部戏的票房不俗 15号晚间上映 台北票房周末两天半 就突破了722万台币 全台卖座估计会破1500万台币 难怪是话题不断 你会想要看那个3D肉朴团 我们再讨论这件事 真的好啊 考虑一下 我是不懂他会怎么大卖 我要进去研究 就算接受访问都面露尴尬 但民众还是忍不住 透露出对电影的好奇 其实这部电影 在大陆并没有通过电影检查 因此无法上映 但导演逆向操作 大陆不能演 就让大陆观众到香港或台湾看 上映日期也选在4月中 可以接收中国的五一黄金周 还有旅行业者把他当作商机 特别把3D肉朴团 成为大陆客来台观光的行程之一 预估团 我们是有听说 有听说 特别看一个场次给他 如果有这样的需求 我们可以来做这样子的安排服务 有的新院愿意配合陆客团时间 开放特定时段 有的新院则是愿意 以折价的方式来吸引来台路客 一部三级片电影 还竟然成为了新的观光商机 春天新闻 张厚凡 向上以台北采访报道